大家好 我是Jonathan 我是信一 你是我的誰 我是你的兒子 你不是我的爸爸 不是呀 我是你的爸爸 那今天我們做些甚麼 我們今天玩Scratch 你玩了多久 我玩了兩天 今天為甚麼和信一一起玩Scratch 就是因為 看看一個完全不懂玩Scratch的人 其實他有些甚麼可以玩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就可以跟著我們一起玩 那開始吧 信一 好啊 開始 我們現在是信一玩的 但信一你已經弄好了 你說說這對遊戲玩甚麼 我弄了三個迷宮的東西 現在就要先按這個棋子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叫Mouse的墊桌 會有一顆點 然後在綠色那邊開始 就可以有條線 你中途就不能碰到那些 不然現在可以紫色那些 如果你碰到那些 就會Lose 你現在為甚麼兩隻手 真的要摸摸 對 因為太難 你頭很害怕輸了 輸了會怎樣 我要Lose 我已經是 哈哈哈哈 那如果要Lose 那要怎樣做呢 那直接 再按多次這個 按多次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開始 那就去了下一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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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記了 它幫助 對 右上角剛才按的按鈕可以放大一點 你玩開Sprash可能知道,但有些新手的同學就不懂 就像阿信一一樣,其實不懂 可以放大一點就可以容易玩這個遊戲 雖然我也覺得有機會算 到了最後的直路了,小心啊 哇哇哇,很危險 右上角是自己的 OK,成功了 你現在就看看這個遊戲是怎樣寫的 你想要介紹一下嗎?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你一開始懂得玩這個遊戲? 是誰教你怎樣組這些迷宮遊戲出來的? 我只是看Alice的遊戲 是嗎?我以為你看其他的 原來你看Alice姐姐那個嗎? 是啊 那有沒有看其他的,除了Alice姐姐那個? 沒有,沒有 沒有想到這個遊戲之後 你只看完他那個,你就可以做到這個出來嗎? 那麼厲害嗎?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其實一開始 怎樣做這個遊戲出來的? 好,那首先就是,這個旗仔 按個旗仔,然後就Erase All 就是畫的那些線全部拆掉 這樣就容易 Pent Up就是自拔而次 就是不會畫東西了 原來這個Forever Go To Mouse Pointer 即是,你這個Mouse Pointer 我做了這個人物,叫這個Sprite 即是人是一顆點,我控制著人 我就是用這個Mouse Pointer 控制著人 那我人就跟著這個Mouse Pointer 所以會永遠跟著我的 OK 之後呢,就會When This Sprite Click 即是你按了我的人 即是我按一下左鍵就可以按到個人 那Forever,If Touching Color Green 就Pent Up 即是我過來這裡,我按一下 那它Pent Down,即是落筆了 然後Touching Color,這個Purple 就是Pent Up 即是,即是上回來不寫字了 即是,如果碰到紫色 對 碰到紫色就Pent Up 以及就說你Lose了 對 之後下面那句就是 會停用左邊那個 這樣的話就會停用我左邊那個 就變了 如果可以試試沒有停用 沒有停用 那會怎樣 就在這裡YouLose,YouLose,YouLose 即是就不會Pent Up OK 碰到綠色就Pent Down 紫色和紅色就Pent Up 然後就說如果你碰到紅色 你Win了 是不是 然後你又是Stop Other Script 是不是 那我剛才碰到紅色不小心 那它就說我Win了 所以呢,其實這個是有用的 因為如果你不Stop了它 就算你Lose完之後碰到紅色 也是Win的 你不相信你試試 譬如我這樣按一下 然後我這樣按 按完之後呢 我特意碰到紫色上 那你會Lose的 那如果我碰到紅色那裡 就是YouWin 然後就跳起下一個 但是如果我呢 把這個拉進來 說Stop Other Script in the Sprite 那我就按下去 再玩 按這個 再玩 我去紫色 YouLose 那我去到紅色呢 它就不會出YouWin 因為呢 如果不是 因為我們這裡Forever 就是這個Block 叫做Forever 它不斷地把這個Forever 包著它 不斷地執行 不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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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Stop了 Stop了這個 Other Script in Sprite的話呢 那之前不斷執行 那個就會停了 那就會再執行 那它不會見到紅色 就說YouWin 你明白嗎 OK 哦 對啦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Stop是需要的 那只不過是 如果我們看到紅色的話呢 那我們呢 就是Switch Backdrop to Random Backdrop 即是什麼意思呢 Forever 我剛才做了三個Backdrop 那它隨機傳送到一個 但是我不知道 會不會傳送到同一個 就是呢 再玩多次 我不知道會不會 剛才想問的問題就是 我們有三個Backdrop 我們如果贏了這個 它Suppose就會 Switch Backdrop 去一個Random 但是如果Switch這個Random 會不會 譬如這個叫第三幅圖 第三關 會不會第三關 Switch完之後 都去第三關呢 是嗎 可能會 那我們不如測試 我們很簡單的 我們應該就這樣 如果按個旗子之後 立刻衝去紅色 也是 然後呢 就看一下 你試一下衝去紅色 因為YouWin 那之後再按個旗子 再去這個 然後再按這個旗子 再去這個 咦 它看來真的不會 它是不會回到同一個 它Switch Backdrop 它應該是 趕走了自己那個 對 它一定不會回到同一個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有 這個遊戲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才可以這樣奸 這樣呢 一衝衝過來 去紅色那裏 就贏了 那我們怎樣可以 阻止它呢 所以呢 其實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要把綠色這個 放在這裏 我們現在 如果大家看到的話 這一塊東西是 如果我是綠色 我就Pan Down 是不是 那其實你這裏 還有一個錯誤 譬如我這樣來回到這裏 我又來回到這裏 它又Pan Down多一次 我來回到這裏 它又Pan Down多一次 是不是 是 我們怎樣可以知道這件事呢 就是 我們可以 Dubricate 不應該這樣 D了這個 那我們呢 就可以 這個 紫色這個 C C什麼呢 C C Green 好嗎 看到嗎 Dubricate Dubricate 這個 Dubricate 一個 好嗎 我拿走這裏 但我以為它這樣 Sale完之後它會消失 它不會消失的嗎 不會消失的 我應該也是這樣 之後就看到 那些Scratch太差了 那又Green 你見到嗎 是啊 其實不需要的 不需要不斷Pan Down 不需要不斷 執行 這個Block 我們應該把這個Block 那應該是Forever 這裡 然後是If 然後呢 才是Go To 這個也要Forever 剛才也是夾在裡面 嗯 是啊 好 我再試一次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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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行 哦 因為這個是 This Sprite is clicked 所以呢 它是 哦 那不可以這樣的 原來 嘩 真的很失威 就是 真的要 When this Sprite Is clicked OK 那我們也要去控制 那架子 先開它 《Repeat until》 這樣 應該是 《Repeat until》 之後才是Forever 對吧 但《Repeat until》 我們這裡有一個綠邊形 綠邊形我們就要想一想綠邊形是怎樣的 綠邊形OK 綠邊形我們直到它碰到綠色 我弄這個 不知道它可以不可以 Cutching color 好,你弄 但我覺得如果你看到綠色它就會跳到下面 它不會聽到的 你明白我說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這個又漏了Forever 嗯 對了,如果漏了Forever就不行了 這個我自己會滑線的 變成沒有了一條線 其實你沒有了一條線 因為它沒有走到Panda 因為你這個不可以是Touch 這個呢,我們嘗試用個Rariable Make a Variable 開始 這樣 這樣吧 然後這個Variable 這個可以在這裡選擇 我撕高的了 我笑容 這個Variable to 0 started 是0 原來不可以set Boolean 其實應該算是分 之後可以 可以 這個 做1 started 這樣呢 wait until started 是1 wait until 這個 這個 好,你做吧 你做吧 你拉下去 repeat until 對,嘗嘗看 可以不可以 我stop了 這個started 有條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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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再試一次 你試試在紅色的開始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了 對 已經不可以了 那你試試在綠色的開始 看看會不會出個start 那個 可以了 沒有什麼問題 挺好的 我們現在fix了一個Bug了 對 那我們再重新講解一下 剛才大家明白我們fix了一個Bug 下面這裡就是forever 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能 噢 剛才呢 我們應該要放大一點 其實這個說什麼意思呢 是forever 如果我們碰到紫色 就說我們輸了 如果碰到紅色的話 就說我們贏了 那我們就要stop了script 那就去下一關 其實這裡就是這麼簡單的 碰到綠色 這樣呢 就下支筆 是不是 總之你如果碰不到綠色的話 我一定不會讓你下支筆的 嗯 對 對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 真的挺容易 我們按這個減號 就可以完成了 就可以zoom遠一點 我們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project其實你去這個網址 scratch.mit.edu 就可以去到 好 那我跟大家做個小總結 其實今天我們用了scratch 都挺多功能的 又用了他們的角色 去寫程式 可以用他們的拿起來之筆 放下之筆 令到角色跟著滑鼠去走 又或者是用repeat repeat until 也都用了變數 variable start等於0 start等於1 剛才大家都看了 其實scratch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功能 我們可以發掘 那當我錄製這條總結的影片的時候 其實信一已經 又再加強了他的迷宮很多了 所以下一集我跟大家說一說 其實信一又再改良了些什麼 在與此同時 希望大家可以 comment like share 如果你有什麼scratch的project 你想我和信一去做的話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我們展示了出來的project 那些連結都在YouTube 那裡已經展示了出來 在Alice的影片之前 展示過給大家看的話 這裡都可以找到 大家歡迎去看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好的